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英雄人物因其卓越的才能和壮举而传颂百事 然而,其中一位杰出的英雄,可能在一开始被视为不被看好的 但却因其非凡的谋略和勇气而崛起成为三国时期为令人崇拜的将领 无下阿蒙是一个古代典故,通常用来形容那些不起眼 不被看好的人在关键时刻展现出惊人才华,取得成功的故事 这个典故中的阿蒙实际上是子女蒙,他是三国时期中午的将军 后来因在赤壁之战中的出色表现而受到了高度战狱 本片将探讨吕蒙的事迹,他的崛起,以及他生命的终结 吕蒙自指明的出生日期大约在公元178年左右 他出生在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初期 以下是吕蒙年轻时的经历以及他如何进入东吴这营和他的恩师 1.年轻时的经历 吕蒙出生于一代养俊金江苏省无洋式的一个平凡家庭 关于他年轻时的生活很少有详细的记录 但他被描述为一个聪明,积极害有野心的年轻人 啊!进入东吴阵营 吕蒙最初是在孙策统领的江东地区生活的 当时孙策正积极扩展东吴的势力 根据一些记载,吕蒙可能是在孙策的统治下 由于他的才华和智慧而受到了注意 被招入了孙家的阵营 3.恩师 吕蒙的恩师是周瑜,之宫景 他是东吴的另一位优秀将领 也是吕蒙的重要指导者 吕蒙在周瑜的指导下学习了谋略、战术和领导技巧 这些技巧在他的将来事业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周瑜的启发和指导下 吕蒙逐渐展露头角 成为了一名卓越的军事将领 并在东吴政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的谋略和忠诚为东吴的成功和稳固贡献了不少 吕蒙的崛起 势必之战后 吕蒙被周瑜赏识成为东吴的主要将领之一 他展现了出色的谋略和战术 多次在各种战役中获得胜利 他的智慧和领导才能使他赢得了士兵和同僚的尊敬 并被称为无下阿蒙 一为不被看好的英雄 吕蒙是三国时期东吴的重要将领之一 他在多个重要战役中取得了卓越的战绩 以下是一些吕蒙在三国时期的主要战绩 一、赤壁之战208年 战略和战术 吕蒙海州与联军决定在赤壁使用火攻 利用南风驱使火箭和火船袭击曹操的战舰 他们引诱曹操入火海 造成敌军巨大损失 胜败结果 赤壁之战是东吴和蜀汉联军的胜利 曹操的大军被击败 大幅削弱了曹操的实力 影响 这场胜利巩固了东吴的地位 也为蜀汉提供了机会在之后的战役中争夺荆州 此外 赤壁之战的结果对三国鼎立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南郡之战 2008年到2009年 战略和战术 吕蒙率军攻占南郡 巧妙地运用水路优势 迫使敌军投降 胜败结果 东吴成功占领了南郡 确立了在江南地区的统治地位 影响 南郡之战进一步扩大了东吴的领土 巩固了对江南地区的掌控 三 荆州之战 2008年到219年 战略和战术 吕蒙多次于蜀汉军队争夺荆州 并采用阻击和坚守的策略 维护了东吴的地盘 胜败结果 虽然在一些战役中受挫 但吕蒙成功地保住了东吴在江南地区的统治地位 影响 荆州之战维护了东吴的领土 确保了其在江南的势力 但也显示了俗汉的坚韧 使双方都保持一定的平衡 四 建业之战 2008年到2009年 战略和战术 吕蒙成功捍卫了东吴的首都建业 防止了朝军的进攻 胜败结果 东吴保住了建业 确保政权的稳固 影响 确保了其在江东的统治地位 吾 关于北伐 219年 战略和战术 吕蒙在关于北伐的战役中击败了蜀汉的军队 成功阻止了关于的南清 胜败结果 东吴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胜利 确保了对江东地区的掌控 影响 关于北伐的失败对蜀汉产生了重大影响 也巩固了东吴的地位 使其在江东地区保持了优势 吕蒙的战绩显示了他左右的谋略和领导才能 为东吴的势力和地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也影响了整个三国时期的格局 他的胜利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当时和后人中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吕蒙成功击败关羽的关键战役 是建安五年公元219年的关羽北伐之战 实战彻底改变三国鼎立格局 以下是关于吕蒙如何击败关羽 以及这次胜利对位 述吴三国的影响 关羽北伐219年 1.战争背景 当时关羽是蜀汉的重要将领 他在刘备去世后继承了荆州 但荆州实际上是东吴的领土要地 因此引发了东吴和蜀汉之间的争夺战 啊! 吕蒙的策略 吕蒙在这场战役中采用了精心策划的战略 他决定利用长江洪水继绩来对抗关羽 淹没蜀军的营地 削弱其战斗能力 三 洪水攻击旅蒙在荆州境内打破堤坝 引将水入侵蜀军的营地 蜀军被迫撤退到南岸 失去了补给线 食粮匮乏 四 关羽的困境 由于洪水 关羽的军队陷入极大的困境 他的士兵饥饿且疾病蔓延 战力急剧下降 五 投降 在蜀汉无法提供援助的情况下 贵于最终被迫向东吴投降 放弃了荆州 影响 一 对蜀汉的影响 荆州之战对蜀汉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失去了重要的地盘和军事将领 关羽的陷落使蜀汉失去了一位极重要的将领 对蜀汉的实力和士气造成了重大打击 啊 对东吴的影响 吕蒙的胜利加强了东吴的地位 确保了他们对荆州的控制 并增加了在三国时期的影响力 这也使东吴能够稳固其与卫国的对峙局面 三 对卫国的影响 奋利用蜀汉的内讧 进一步削弱了蜀汉的实力 卫国继续保持其对北方的优势地位 总之 吕蒙在荆州之战中的胜利对蜀汉造成重大损失 并加强了东吴的地位 但也在三国鼎立格局中保持了相对的平衡 这次胜利在三国时期的政治和军事局势中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影响了各方的策略和决策 吕蒙在成功击败关羽后 获得了一定的奖励和地位提升 这是因为她的胜利对于东吴和孙权的政权都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以下是女们在击败关羽后 可能获得的一些奖励和地位提升 一 风学和地位提升 女们可能被封为较高的爵位 这可以增加她在东吴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孙权可能授予她更高的君子 使她成为更高级的将领 二 土地和资源 女们可能被赏赐土地和资源 以表彰她在荆州之战中的卓越表现 这些土地和资源可以用来巩固她的家族财富和政治地位 三 政治权力 女们在东吴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可能进一步提升 她可能参与更高级别的政治决策 并成为孙权的信念顾问之一 四 军事指挥权 由于她的卓越军事才能 女们可能获得更多的军事指挥权 有机会领导更大的军队参与未来的军事行动 女们在成功击败关羽后 获得了一定的奖励和地位提升 也一并洗刷了无下阿门这个枷锁 因为她的胜利对于东吴和孙权的政权都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以下是女们在击败关羽后可能获得的一些奖励和地位提升 封决和地位提升 女们被封为较高的爵位 孙权于公安大会上宣告女们为南郡太守 并封为禅林侯 赏赐黄金五百金 这可以增加她在东吴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孙权可能受以她更高的君子 使她成为更高级的将领 土地和资源 女们被赏赐土地禅林 以表彰她在荆州之战中的卓越表现 这些土地和资源可以用来巩固她的家族财富和政治地位 政治权力 女们在东吴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可能进一步提升 她可能参与更高级别的政治决策 并成为孙权的信任顾问之一 军事指挥权 由于她的卓越军事才能 女们可能获得更多的军事指挥权 有机会领导更大的军队参与未来的军事行动 总之 女们在击败关羽后很可能受到了多方面的奖励和地位提升 以表彰她在荆州之战中的重要贡献 并巩固她在东吴政权中的地位 这些奖励和提升反映了她在当时政治和军事局势中的重要性 吕蒙的亚兰儿子 关于吕蒙的史 史书上的记载比较有限 但一些资料显示她在大约公元220年去世 想年约42岁 然而 关于她具体的史因和死亡情境 历史上的记载不太清楚 由于缺乏具体的史料 吕蒙的史因一直以来都存在诸多猜测 有些说法指出 她可能因疾病或其他健康问题而去世 也有传说是关于前来找她一起上路 但并无确切证据支持这些说法 因此 吕蒙的史因仍然是一个较为神秘的部分 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供参考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吕蒙的史对于动物来说确是一大损失 动物才俊多位年轻时就先去 如春策 周瑜 卤树 吕蒙也逃不掉时为可惜 吕蒙 这位生育乱世 生负使命的动物降临 留下了一段充满传奇和英勇的一生 她在故事充满了智慧 勇气和忠诚 让人不禁赞叹 作为东吴重要的谋略家和将领 吕蒙的战术和策略 使东吴在三国乱世中立下不少战功 她的洪水战术 特别是在荆州之战中的应用 显示了她卓越的军事智慧 她能够看清战局 掌握机会 并在困难的时刻出席自胜 这使她成为了东吴的重要支柱 不仅如此 吕蒙还表现出优秀的领导能力和忠诚 她对孙权的忠诚无比坚定 为东吴的稳定和繁荣 贡献了自己的才华和精力 她的忠诚和奉献精神 是一个东吴将领的典范 吕蒙的一生充满了战争和挑战 但她展现了卓越的人性和智慧 她不仅在战场上表现出色 还表现出对敌人的尊重和理解 她的一生教导我们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 忠诚 勇气和智慧 能够引导一个人走向伟大 总之 吕蒙的一生是三国时代的一个精彩篇章 她的智慧和忠诚 使她成为了一位不朽的英雄 她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人们